而随着直播主 实况主越来越热门 许多手机大厂也纷纷看准商机 推出具有及时美颜功能 以及内建多种脸部修饰功能的智慧型手机 这次西班牙行动通讯大会MWC上 华硕也发表了一款美颜直播机 抢供直播市场 而另外中国美图手机推出全新系列 预计在台湾三月份就会上市 超正外国model叹笑玩自拍 但仔细看它不止自拍还在玩直播 大厂华硕看准直播商机 推出旗下第一支美颜直播机 Zenfone Live 主相机1300万画素 F2.0 大光圈镜头 前置相机也有500万画素 而为了提升收音效果 也搭载两个降噪麦克风 具备及时美颜功能 可以在录影时调整肤色 眼睛 脸部大小 修饰瑕疵等等 以往要透过直播APP才能呈现的美颜效果 现在手机直接帮你内建 看准商机的还有 这是全新T系列美图手机 美图T8 中国美图手机向来就是以美颜机 抢供市场 美图T8是全球首款在自拍前置镜头 采用双像素镜头 而透过美图公司广大人脸的资料库 全新的AI美颜能根据不同人脸 年龄 性别描绘出对应的美颜方案 所以手机功能规格日渐饱和 美颜商机儼然成为手机大厂抢供的新蓝海 竞争力它应该还是会落在接下来的电信业务 如果它的价格在中阶的话 榜约价如果能变成0元 这个市场说真的女生族群会多 但是买的部分如果它价格定的够漂亮 我相信有一些喜欢拍照族群 应该也会买这样的手机 目前ZenFone Live定价清明约5000元以下 而美图T8则定价3299元人民币 破万元台币 而华硕执行长沈正来先前曾表示 看好美颜直播机ZenFone Live 加上ZenFone 3 Zoom ZenFone A2将会是华硕第一季手机的主力产品 全新手机也以获利为目标 而对手鸿基也预告将有两款 也是主打超清明价格的手机线身 而鸿基延续穿戴装置AcerLip产品线 也将发表旗下第一支智慧手表AcerLip Wear 凭第二季就会在台湾开卖 各家大厂在西班牙行动通讯大会MWC 推出今年多款重点产品 但除了发表时吸睛 上市后还要能冲出销量 才会是最后赢家 记者陈云欧俊杰台北报道